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黃俊宇 今天是2023年2月28日 星期二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跟進一下蔡天鳳瑞絲案的最新發展 首先相關前老爺的情婦獲得保釋 即是幫忙遭用單位想著窩藏蔡天鳳前夫的情婦 最新的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變相招雲師傅今天幫忙在龍美村做一些招雲工作時說了一句 認為蔡天鳳的雲魄是不齊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外亦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導 蔡天鳳瑞絲案的家屬在頭七辦發事 支雲師傅說蔡天鳳雲魄不齊 報導的內文是敢格淡仔米線創辦人的媳婦 28歲的名媛蔡天鳳慘遭枝解攀絲 今天是頭七 家屬在遇害的大埔龍美村舉行發事 據悉丈夫Chris特別請來錄音招雲師 照回蔡天鳳的雲魄給他可以供奉上零位出殯得以安息 負責發事的招雲師 恩發清在今日2月28日中午在龍美村村口開壇招雲 恩師傅解釋蔡天鳳的絲鞋遭枝解攪稅 嚴格來說是碎絲萬段 雲魄會四散 需要統合歸一才能得到超到 他表示如果頭七不幫死者招雲可能榮不超身 他表示蔡天鳳出事後 丈夫Chris是六神無主 非常旁徨 曾經打算請高真和南摩魯做法事 但朋友指蔡天鳳死於非命 而且屍體遭到嚴重破壞 擔心一般法事未必有效 Chris最終在朋友提議下找來恩師傅幫忙 恩師傅表示今天與Chris正式接觸 深深感受到Chris的悲痛 就說談不夠兩句就哭 他那種傷心是無法用言語形容的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跟進報道 相對地懸學的範圍 但聽到恩師傅這樣說都是令人心酸 佳恩蔡天鳳遭枝解 若然用一般法事的話 相關親友擔心未必能夠妥善處理 結果找來招魂師恩師傅幫忙 不過恩師傅估計蔡天鳳的雲拍並不齊整 在懸學的角度來說要做多些工作 並且蔡天鳳相關的殘肢的確未能找回 警方仍然在相關堆填區展開搜索工作 另外也跟進一下前家翁47歲的情婦的情況 根據HK01的報道 前家翁47歲的情婦獲准保釋 等待調查 下個月向警方報道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總隔28歲的蔡天鳳遭到殺害和肢解潘絲案 警方先後抓了5個人 當中死者的前大伯曠港傑、前家翁曠球 和前夫曠港傑同遭落網起訴一項謀殺罪 前家姑李瑞香被控妨礙司法公正罪 案件在昨日2月27日在九龍城法院提堂 並押後到今年5月8日再訊 以等待警方作進一步調查 包括一系列的科學鑑證和通話記錄檢查 至於前家翁47歲姓五的情婦 因為涉嫌協助罪犯被捕 已經獲准保釋後查 下個月向警方報道 消息指被捕的情婦花名容容 在深水埗按摩場所任職骨妹 涉嫌在案發過後協助窩床 蔡天鳳的前夫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案中第五位被捕的人士 是前家翁的情婦容容獲准保釋 她據報在深水埗的一個按摩場所做骨妹 當中的角色疑似聽從那個要求 幫忙租單位4萬多元 租海船門協助窩床那位前夫 估計是否本身的殺人計劃 預計那位前夫會遭到警方追捕 於是要找個地方安置她 不過第一位東窗事發的人 正正是前家翁本人 這位前家翁的情婦協助去租一個地方之外 有沒有其他事情做的 未知仍然有待調查 但前四位被告包括她的前家姑 前夫及媽媽曾經申請保釋也不成功 另外轉看本地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港鐵太古站炒扶手電梯 梯級好像骨牌一樣踏起了 有乘客在今日2月28日下午4時多 在Facebook發帖文 在太古站裡一個由月台 去到大堂之間的扶手電梯 發生故障 梯級好像骨牌一樣踏起掃塵 多位乘客在月台位置為觀 記者到現場視察近些出口的攝氏電梯被遭封 職員豎起告示牌指電梯暫停使用 並用綠色帆布覆蓋了掀起的梯級 HK01正向港鐵查詢事件 港鐵問題近年多羅羅 今次又炒梯 而今次發生在太古站 幸好據報好像沒有乘客受傷 那間電梯突然噓聲 整個梯級炒起了 了解那個事發的原因 另一邊想說說口罩令的安排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教育局說新的安排適用於全港的學校 小學的快測要求會繼續 維持到3月15日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特首李家超今天2月28日宣布 口罩令將於明天3月1日全面取消 包括室內、戶外、公共交通工具 教育局亦表示有關安排適用於全港的學校 國方今天會發出更新的學校健康指引 至於小學、幼稚園、特殊學校的學生 會進回學校之前 必須完成快速抗原測試的要求 就會維持到3月15日 教育局表示會檢視情況 並適當時間公布往後的安排 教育局早前已公布中學生上學的快測要求 3月開始會取消 換言之明天開始取消的措施 包括口罩令和中學生的快測要求 各位家長朋友要留意小學生 快測要求要繼續到3月15日 明天開始全港撤銷口罩令 包括學生哥 各位家長朋友要留意相關的安排 另一邊也說說一則好人好事 根據HK01的報道 大埔有愛 有位港男掉了一個AirPod 落了坑渠 麵包店的老闆娘借工具兼幫忙清潔 話說那位男網友近日在Facebook群組大埔人大布市 分享好人好事 至星期六 二月二十五日晚上身處大埔的泰王 步行到附近餐廳吃晚飯 走至王子麵包店對出時 不小心將帶在左耳朵的AirPod掉了 耳桶更加掉到坑渠裡 他立即打開渠蓋 嘗試尋找 但只見到一堆污水和堵塞物 完全看不到耳桶的蹤影 事主解釋指那對AirPod是妻子最近送的禮物 自己真而眾之 因此感到非常苦惱又無助 就是這個時間麵包店的老闆娘走出來主動詢問 是否需要幫忙 更加借出電筒和鉗 令到事主成功找回這隻耳桶 他說老闆娘之後更加被事主進入店舖洗手 和幫忙清潔AirPod 令他感到人間有愛 不少網友紛紛留言大讚這位老闆娘熱心助人 又指他賣的蛋糕和麵包都很好吃 就說以前住附近經常光顧 好有人情味的店舖 都是一則的好人好事 相信住大埔的朋友可能會留意到相關的店舖 不妨光顧照相關的老闆娘相當善心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機 繼續緊貼香港各大的最新時事消息 蔡天鋒的瑞絲案的最新發展就是錢家翁的情婦獲得保釋 據報繼續調查 另變相就是蔡天鋒的魂魄吳齊 來自昭雲師傅所說令人心酸 那管事什麽的宗教也希望各位網友繼續深存善念 亦希望祝願死者盡快安息 亦希望事件最終能還死者與家人的一個公道 我是盼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